快点 十点了 别迟到了 迟到了 等 你说你虽然不愿意相亲 但最起码的尊重你得有吧 哎呀 不是我说他 你说人家相亲不是遇到饭店就去游乐场 他倒好 他遇到家里来了 要我说他就是抠 就是没钱 家里条件肯定不好 那你干啥他就和他见面啊 你说我陪着你来相亲当个电灯泡 已经够尴尬的了 你再摆个臭脸 那我岂不是更尴尬吗 算了 你自己去吧 我们去了 哎 我的好妹妹 我不摆臭脸不行吗 那好吧 走吧 你好 你这是隋猛吧 你好 你这是隋猛吧 啊 是 是我 快进来吧 这是燕燕 啊 你好 你好 啊 那个 啊 那个 你们俩过去坐吧 我给你们倒水 走吧 我觉得他肯定看上你了 你俩应该能成 成个锤子 你看他那个样子 也就不到一米七吧 那么黑 还那么瘦 长得跟个骷髅似的 刚才你没看到 他那个眼睛 色眯眯的瞪着我 抓着我的手都不放 哎呀 人家肯定是没见过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紧张了呗 你俩喝水 我不喝白白水 那行 那 那个 您俩坐吧 我先去买你面 哎 你别去了 我去吧 你也别去了 你坐下来陪我 你说你俩在这儿相亲 我当什么电动炮啊 哎 你就别去了 你要是去了 我更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那你也别去了 坐下来 我们一会就走了 你们俩倒是说话呀 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自己做点小生意 有时间我就跑滴滴 跑滴滴啊 那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啊 七八万了 那房子买了吗 买了 在郊区呢 这个 这是我现在临时租的 哦 郊区啊 我不住郊区 还有 我不喜欢跟公婆一起住 我父母 早就去世了 哦 不好意思啊 一言说话就是纸 没事 没事 那个 房子晚点换行吗 我下面还有个弟弟 还没结婚呢 我打算先给他买上房子 让他先结婚 啥 哎呀没事儿 晚点换也没事儿 反正早晚都要换呢 你还有个弟弟 那你家里到底几口人呀 我还有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我有一个弟弟已经结婚了 妹妹 正在上大学呢 也就是说 你要安排你弟弟结婚 还要顾你妹妹上大学 是啊 我父母 走得早 我这个当大哥的 必须得担起这个责任来 不过 我妹妹她明年 明年大学就毕业了 那个 什么 我去打个电话 你去哪儿 在这儿打呗 在这儿不方便 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梦天 没有 成为了 我心想你 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梦天 没有 成为了 我心想你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还管这么多事儿呢 你可真厉害啊 我 我也是没办法呀 我今年都这么大了 我都三十了 不好意思啊 我先接个电话 行 喂 艳艳 你去哪儿了呀 我有事儿 我先走了 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 我先出去一下啊 行 我先出去一下啊 在最后 你去哪儿了 我先去哪儿了 在那之后 啊 一会儿 是 每一个人都在 人都在来 关键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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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